大家好,这里是白胃虫娘 最近老爸晚上,老是睡不着觉 白天的时候,天气又不太好 村子里面,一个80岁的老爷爷 告诉了我一个途方法 喝一碗花生,我们轻松解决 花生是我们中餐吃的一种根果 非常肥溢和非常好吃 花生里面富含大量的淡染质的水防 各种黄生素,还有大量的泡源质 对此花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经常吃花生,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处理 今天,给你们介绍分享一下 花生的那一种平常好吃的做法 那是来看一下,不是小桌的吧 首先请继续一些花生 换成一个大碗粥 因为花生表面有很多灰色和杂质 所以咱们也要把花生清洗一下 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鲸水 用手把花生搬起干净 因为这种花生里 买的时候吃了壳 在收卖的时候 经常是这样长可放的收卖的 所以它上面只有很多灰尘还有杂质 所以咱们在清洗的时候 一定要彻底地提起攻击 清洗两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会咱们再把花生 混干水分捞出来 把花生放在板子里边 然后再把花生倒进蒸笼上面 放途蒸一下 用手把花生打开皮 这样可以在冰的过程中 手花生舒软均匀 三瓶以后再两瓶盖 焖过好水烧开以后 几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以后 把它锅盖 再把蒸好的花生 从锅里边取出来 放在板上 像这样给它摊平 把花生晾凉 顺便把表面的水分也给它晾干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 无油的瓶子 相应也可以把瓶子放在锅里 蒸一下 刷一下瓶 瓶子一定要晾干水分 接着把晾凉的花生倒进瓶子里边 这个瓶子一定要提前消一下毒 不让花生容易变质 消过毒以后 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 然后再加入几块冰糖 接着倒入质量的橙醋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最好选择橙醋 不要选择香醋 橙醋泡出来 有一股浓浓的清香味 更好吃一些 醋的量呢 蘑菇花生就差不多了 然后盖上盖子 放在冰箱里冷藏存放 5天左右就可以正常食用了 非常简单的醋泡花生就做好了 醋泡花生的做法非常简单 经常食用可以提高胃酸浓度 也要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促进食欲 而且还助于促进睡眠质量 花生搭配上一点食醋 可以使花生中丰富的营养物质 被人体消化和吸收 适当地吃上一点醋泡花生 还具有减肥瘦身的功效 花生里边的高脂肪含量 让人吃上一点 就可以产生饱腹感 所以对于减肥瘦身的朋友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 醋泡花生的好处 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知道的话 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 点赞 留言 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这里是百味初娘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咱们下期视频